我现在才明白 纳维莱特的命之作 到底是怎么来的了 就从风丹危机过后 纳维莱特取回了 城市七分之一的大权 闯住了完全之龙的王座与头衔 能与人的世界分庭抗理 按理来说 他不需要什么既定的命运 因为在他的眼中 提卡特的星空 正是有诸多星药互相纠缠 才构成了眼前复杂 而又脆弱的世界 虽然不想承认 但他还是对于人间的悲喜 看得有些入迷了 当中人也会看着 雨天水蛙的波纹入迷 既然只有风丹人 是来自台海之水 那就说明 他们也是这个星座的 原生生命 属于需要水之龙照顾的一类 纳维莱特最终 还是走进了命运之中 黑红岛为他预留了 特殊而且尊贵的位置 唯有执政者与敌世界之人 才拥有的自己的命之作 远海巨灵 他虽然不理解 生来就是人形的自己 为什么命之作 却是巨灵龙的样子 可在纳维莱特 这个名字下的他 偶尔也会被美路心们 尤其是西哥文产上 他们拿着 蒸汽鸟爆的星座专栏 或者虚迷的占星术小册子 想要来算算命的时候 纳维莱特可不好意思说 自己没有命作 或者自己的命之作是 纳维莱特作